哈喽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请把书翻到443页 我们看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首先呢还是这句话 我先得把债务人 他的底层逻辑跟你说清楚 要不然债权人和债务人放一块 就有可能会混啊 来吧 还是假 欠 以公司一千万到期不能还钱 现在说的是假公司债务人 债务人呢他可以拿什么清偿 拿资产 对吧 也可以将债务转为权益 也可以是其他条件的修改 或者是这三种方式的组合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 如果他要是拿资产来进行清偿 那么这个资产他包括什么 包括非金融资产 还包括金融资产 我先说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这里有什么 他可以拿存货 拿固定资产 拿无形资产 他爱拿啥拿啥 包括长期股权投资 他都可以 那你比如说 我现在拿一批存货 来进行清偿 说这批存货 他的账面价值是800万 他的公允价值是900万 我拿这批存货去偿 以公司债务 正常来说 各位我们原来的债务成组怎么说 说你看你存货相当于是卖给他了 然后呢你看你俩之间有个差格 这有100万 对吧 这个是你要确认随意的 然后呢你看你是不是还有1000万元的债务啊 你俩之间又有差格 这100万你也去确认随意 但是现在准着就不这么说了 准着说折腾啥呢 你折腾啥呢 你看看咱有没有一种简便的说法 来他俩一比差多少 差200万对不对 我直接把这200万确认随意不香吗 行 我用不用跟公允价去比 不用压根我就跟公允价不比 我就拿抵债资产的账面和债务的账面 这俩一嘎叉 200万 走水溢就可以了 看明白了 好 这是第一个啊 再来 比如说我要是拿固定资产进行清承呢 比如说这我稍微改一下啊 看好了 说这也值400万 然后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值300万 根据我刚才教大家的 你俩这俩加了一块多少 是不是700万 好 走 700万跟他差300万 直接把这300万给我进随意 别那么折腾了 咱简化处理了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各位你发现了吗 如果是存货的话 你说存货这个随意进哪 你没让我确认收入 你发现了吧 如果我有900万 我这是收入 我原来800万我是成本 但是你没有收入啊 你固定资产走啥 走资产出市水益 你也没有 对吧 怎么办 最后啊 准处说你别吵别吵 这事我有办法 我就告诉准处 我说你这个 你走其他收益 你把它走其他收益不就完了吗 我不管 你这里是什么存货啊 固定资产啊 无形资产啊 你爱是啥是啥 最后出差格了 走其他收益 别争了 别抢了 不分了 走其他收益 记住没 所以如果你拿非金融资产抵债 拿你抵债资产的账面 一个两个三个都拿账面 和债务的账面 这两者之间出现差格了 给我走其他收益去 不分了 好 再来说金融资产 比如说他拿交易性金融资产 来进行抵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是900万 公寓价 爱是多少是多少 我不看公寓 我不看公寓 好 这900万走跟这1000万 是不是也有一百万的差格 那这100万差格 各位因为它是金融资产 走投资收益 走投资收益 看明白了吗 他可不走其他收益了 他走的是投资收益 类似于把金融资产给他转让了 类似于把金融资产转让了 说白了 我这金融资产假如我卖1000万 账面900万差个是什么 投资收益啊 对不对 差格是投资收益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我 比债资产既有金融资产 还有非金融资产 是不是也是这个逻辑呢 也是都是拿账面 就拿你比债资产的账面 和债务的账面 这俩账面 出差格了 这时候金融资产说我走投资收益 非金融资产说我走其他收益 我说别吵了 别吵了 简化处理 走其他收益 说那金融资产呢 你也走其他收益了 如果你是干拉拉的 我就拿金融资产去抵了 那这时候你走投资收益没问题 但是如果这里参合着别的 有非金融资产的 我就走其他收益了 要不然我说按比例分 只能说别那么麻烦了 不就是一个随意类科目吗 对吧 不就是一个随意类科目吗 折腾啥呢 我最后说 我就这边老头老太太 争秀不休 我说你别吵别吵 就是其他收益 最后就定了 就是其他收益 各位 我这么给你讲 你也就记住了 好 这是第一个拿资产 第二 转权益 转权益啊 这里啊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各位听好了 转权益 我得按公允价 我相当于是按公允价 去形成权益 你权益的公允价 和债务账命价之间的这个差别 把它记录到投资收益当中 先把这个底层逻辑给我记住了 转权益不能按账面了 因为你权益没有账面 对吧 你权益没有账面 就能按公允 所以公允和底债 那个债务的账面 这俩之间有差点了 走投资收益 走投资收益 行了吧 好了 这些呢 咱们就基本上 先把这个逻辑 先给大家捋顺捋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一个 以资产来进行清偿 那么债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 和所清偿债务 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 予以终止确认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格 进当期随意 看好了 是债务的账面 和转让资产的账面 俩账面 进当期随意 这个当期随意 它可能是其他收益 也可能是投资收益 听明白了吗 简化处理 有同学说 为啥不走收入呢 行 明天准则给你改过来 人家准则呀 想给你简化处理 你偏步呢 来先看第一个 金融资产 以金融资产抵债的 应当是将债务的账面 和抵债金融资产账面 之间的差格 做投资收益 原作为金融资产核算 适同金融资产处置 以具体减值准备的 要截转 就是你原来这些资产 有减值准备 都得给它转掉 同时 原来进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转当期随意 或留存收益 各位 什么情况下转当期随意 如果你是其他债权投资 去抵债了 那个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当期随意 投资收益 如果你是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你去抵债了 那个其他权益工具 转哪 转留存收益 听明白了吗 来 先看看快递分路 借应付账款 这是你负债的账面 带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抵债资产账面 债权投资账面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账面 其他债权投资账面 都是账面 出差格 投资收益 然后如果你原来是 其他债权投资 转投资收益 把其他中国收益 如果你是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有其他中国收益 转啥 转留存收益 看明白了吗 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适同金融资产的处置 OK 各位 你发现了吗 这里有点问题 是不是 你发现了吗 这里有点问题 你可能都没发现 我不说你没发现 等过两天你发现了 来不及了 所以我今天课上 我得跟你讲 来 如果你是同把金融资产给他处置 来 你看他 你看他 你来看他 你来看他 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如果你给他卖了 能走投资收益吗 能走投资收益吗 那应该是流水收益啊 但是这里怎么是投资收益的 各位 是刘老师的书写错了吗 不是 不是 那是准则写错了吗 我也不敢说呀 所以呢 那怎么办呢 我帮他想点办法呗 我估计啊 就写准则 英雄指南的人忘了 要不然你看他下边怎么把其他中国收益 又转流水收益了 就这地他可能是忘了 应该啊 过两年弄不好得改 弄不好得改 因为你确确实实 你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抵债 如果你适同 它是处置 那你真的不能影响随意 因为人家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压根就不让你影响随意 所以你这边 啊 你是抵债 抵完债之后影响随意了 这说不通 但是我们现在准则没改呢 没改呢 那咱就这么招了 所以这里算是有一个小小的bug 我估计过两天就得改过来 等他看到了 他过来哪就得改过来了 啊 所以这块提醒大家注意 明白了吗 提醒大家注意啊 提醒大家注意 OK 过 这是第一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以非金融资产来进行清偿债务 非金融资产呢 就比较简单了 账面对账面 出差额 其他手艺 当然如果你的非金融资产提过减值了 那一概要把减值给他干掉 所以你就记住了 应该是账面对账面 来 清偿债务的账面 拽让资产的账面 这两者之间的差格尽其他手艺 它是简化处理了 存货要不要确实收入 不要 固定资产 要不要走资产处置水益 不要 记住啊 不要 明白了都是其他手艺 好 这是以非金融资产方式来进行债务的抵偿 我们进来看一下 会计处理 借应付账款 这是账面吧 带库支上面 你看 你看 这里没有什么 没有收入 带固定资产清理 这是账面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也是账面 那出差个 其他手艺 如果你是干拉拉得 拿金融资产去抵债 这出差个走投资手艺 没问题 但如果你这里又有金融资产 又有非金融资产 这时候出差个 其他手艺 其他手艺 我都忍你那么半天了 我都忍你那么半天 你看那滋滋哇哇的 什么玩意都给你让路 动不动 你就得执行你的准则 我终于有一天 我停起来了 我不走投资手艺了 我走其他手艺 把它给我记住 好 这里有个技术性问题 各位 有增值税 你看这里我写增值税肖像 我们一直在讲 我说增值税是价外税 原则上来说 价外税不影响随意 但是各位 你看啊 这个例子 如果有增值税 实质上它是影响随意了 所以这也是这个 债务重出准则当中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简单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可以看一看啊 比如说 甲 欠乙公司 1000万 到期 不能还钱 进行债务重出 咱简化脸 就拿一批存货 这批存货 它的成本 800万 以提存货 跌价准备 50万 它的公寓价 也是寄税价格 我都不敢给你写800 哎呀 写个900万 900万 然后增值税率 13% 好 现在主体是假公司 我们首先 先不考虑增值税的情况下 我们来做 不考虑增值税啊 那个是借 应付账款 1000 贷 库存商品 800 因为你提过存货 跌价准备 所以你得把存货 跌价准备 给它转销掉 所以在街坊上 有一个存货 跌价准备 50 因此它的账面价值 是750万 好 俩账面去比呗 对吧 比在资产账面 和债务账面 这两者之间的差格 走啥 走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因为是250万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对吧 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 有增值税 税法说 你这东西底下跟我有啥关系啊 对不对 这不叫什么 视同不视同销售的问题了 你就正常 你给我算增值税 肖项 你算增值税的肖项 好 所以呢 如果我这里出现了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肖项 肖项是应该是900得13% 算一算900得13% 117-117-117 来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这时候其他收益还是250吗 还是250吗 不是了 变成133了 看到了吗 其他收益变成133了 所以你一直说增值税是价位税 增值税不影响随意 它影响没 你看它影响没 这变成影响了吗 所以我就说这个总结 真的是 有的时候 真让我左右为难 增值税原则上来说 就是不影响随意的 因为它是在价格以外 我另外收取的 一直讲增值税是价位税 不影响随意 来啪啪打你脸 啪啪打你脸 看明白 这回它就影响了 但实质上各位 如果你不考虑税法 也不考虑会计 啥都不考虑 我们就是两个独立的公司 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相当于拿多少钱的东西 去跟你抵上盖物 我相当于拿多少钱的东西 各位你发现 它超过1000万了吧 我这东西值900 再加上增值税 来来来来看看 我再加上增值税 这多少了 这多少了 变成1017了 我不是欠你1000万吗 我现在拿1017去抵债 我还损失了呢 所以你看这个其他收益 真的133没啥意义 133真的没什么意义 当然你这个收入跟成本 这俩之间还有差别 这里还有100%差别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准则写在到这为止 就是它跟这个也不兼容 跟那也不兼容 我就说它是个bug 所以就单独把它记住吧 单独把它记住吧 如果有增值税 你就把增值税给我放里边 最后差格是其他收益 OK了不 OK了不 好 来 接下来是债务人以处置组来清偿债务 因为处置组这里边既有资产还有负债 资产呢 我们刚才说了 走其他收益 那个负债 它也是22号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它也是金融负债 所以这个时候 它说了也是账面对账面 那就是把你处置组看好了 是所清偿债务和处置组中负债的账面价值之和 与处置组中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走其他收益 处置组中资产或资产组组合分摊了 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与的 那么该处置组应当包含分摊至该处置组的商与 处置组中资产提过减值的要予以截主 什么意思各位同学 就是你处置组 你把它抵债了一样 也是账面对账面 你看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这个处置组里边有资产 有1500万的资产 这是他账面 这是资产 然后有一百万的负债 这是负债的账面 你告诉我这个处置组 他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1400呗 对吧1400 说你欠人多少钱 你欠人2000 好这俩之间有差格 这600走啥 其他收益 结束 一样呢 对不对 如果没有处置组 那就变成1500的资产吧 你有处置组了 多了个负债 所以他的账面是1400 抵债资产的账面 或者叫处置组的账面是1400 债务的账面是2000 这俩有差格 走其他收益 一样了 一样了 说这个资产包括啥 包括流动 包括非流动 还包括商与 你爱是啥是啥是啥 你爱是啥是啥 明白了吧 好 这块咱们过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是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首先呢 我们看看总体的原则 说债务人应当在所清偿 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 予以终止确认 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 看好了 各位同学帮我画一画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 公允价值计量 应该是公允价值计量 当然 如果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 应当按所清偿债务的 公允价值计量 那就相当于是间接计量 记住 你债务人把债务转为权益工具了 按公允价值计量 然后这个时候 你权益工具 它的确认金额 各位你告诉我 权益工具 它的确认金额是什么 不就是公允价吗 说白了 不就是权益工具 它的公允价和债务的账面价的差格 尽投资收益 尽投资收益 这里呢 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在行行抵债的过程当中 那公司那个权益 真的有的有公允 它有的 它就没有公允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说一个假 那切益 5000万 到期不能还钱 你说这样 我当你老板吧 我把它转成股份 好 这个奖公司 它可能是一家上市公司 也可能是一家非上市公司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就简单 我发股票 股票是有公价的 对不对 好 如果他告诉你 他说蒸发股票 蒸发的是1000万股 每股面值是1元 每股发行价格是4.5元 那么现在这个假公司 你蒸发股票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蒸发股票的公允价值应该是4500万 好 这4500万就是你权益工具 应该确认你的金额 对不对 那不就是它的公允价吗 好 它和5000之间出差格了 这500万走啥 走投资收益 这500万把它列到投资收益当中 来看快捷票 借应付账款5000 带股本1000 资本公积 这是一价吧 你的一价应该多少 应该是3500 能算出来不 一价怎么算 4.5一股 一股面值1元 一共发的是1000万股 所以应该是4.5 好 出差格了 那这差格500 走投资收益 假设我告诉你 我说发股票还支付圈上佣金 手续费200万呢 那你就把这200万 冲减资本公斤 股本一价 你就记住 我们只要是发股票 那个手续费 佣金 手续费都是充一价的 都是充一价的 看明白了吗 好 这是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是非上市公司 它没有股票 没有股票 这个权益的供业价值 有可能不能可靠的计量 那怎么办 我可以去评估债务的供价 比如说 我告诉你 我说这 我欠你5000万债务 对吧 假设听好了 我把这个债务转让出去 我要给人多少钱 对吧 你转让债务 你不得把钱给人家吗 你替我还钱 我得把钱给你 替我去还 对不对 我讲过这事 对吧 我讲过转让债务 假设我把这个债务转让出去 我需要给人多少钱 4200 那好了 这个时候 你权益工具的供业价 你没有 但是我债务的供业价 我有4200 那么 这就是我权益 应该确认的金额 4200 好 那这4200 和5000之前出差 可是走啥 走投资收益 我给你把分数写出来 那应该是借应付账款 我不欠你了 我俩两清 应付账款是5000 然后因为它是一家非上市公司 比如说是一家有限账用公司 我用实收资本 当然如果是股费有限公司 没上市也用股本 实收资本加 资本公积 这俩合着一块是4000 那就看你投资合同怎么写的 比如说我让你占实收资本 你占2000 那资本公积就是2200 我让你占1000 那资本公积就是3200 好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啥 出差格走什么 记住走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应该是800 看明白了吗 走投资收益 那说这个为啥走投资收益 各位来原理 原理 我刚才讲了一个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听 我说如果我把这个债务转让出去了 比如说我把债务这5000我转让给你 我给你4200万 你认了 各位金融负债终止确认呢 走啥也是投资收益呀 对不对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是不是也走投资收益呀 所以这个告诉你为什么走投资收益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说清楚了吧 ok了好了 这是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他所对应的会计处理 那似乎听懂那可不行 你得真懂啊 那你得真懂啊 来接下来第三是修改其他条款 修改其他条款这里呢 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修改其他条款导致了债务终止确认 什么情况下导致终止确认呢 就是你修改之后 你新的现金流量和原现金流量去比差值超百分十了 那这个时候债务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重组债务 为啥是公允价 说白了 他还是22号准则 比如说应付账款 比如说长短期借款 对吧 我原来欠你一千万 你给我抹掉二百万 剩的这八百万 我重新来一个应付账款多少 八百万 终止确认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重组确认之间的差格尽投资收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简单的例子 你看一下 贾倩乙公司一千万 到期不能还钱 你说我给你免二百万 我给你免二百万 两个月之后把剩的八百万还给我 那么现在贾公司怎么做 借应付账款 我原来欠你乙公司这个应付账款 一千万我不欠你了 贷应付账款 这是那个新的 比如说是八百 差额 投资收益 二百 就像他有把债务转上出去 一样的道路 所以差额把它列到投资收益当中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 终止确认了 第二种情况 说修改其他条件 没有导致终止确认的 或者是仅导致部分终止确认的 那么对于未终止确认的这部分债务 债务人应当根据金融负债的分类 按照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方法 进行后续计量 你要么是胎余成本计量的 你要么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因为我们金融负债也有供应价值计量的 但绝大多数他都是贪于成本计量的 对于分类为以胎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应当根据重新议定的合同现金流量的变化 重新计算重组债务的账目价值 并将有关利得或此失尽投资收益 好 这是没有导致终止确认 没有导致终止 你就不能把原来的债务给他借掉 再说一遍 你就不能把原来的债务给他借掉 但如果人家真的给你免除了一部分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再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借乙公司一千万 乙公司说我给你免了50万 剩余债务 8个月之后还给我 那这时候咋办 你能终止确认吗 你不能 你这是部分终止确认了 对不对 那你就把应付账款乙公司 他不给你免了50万吗 那咱就把这50万给他确认了 对吧 终止确认 50带啥 带投资收益 结束 你感觉这一趴文字挺难的 实际上不就这点事吗 事实上就是这点事 OK了吧 来 第四是组合方式 对于债权人 我们谈组合方式 首先他拿一堆东西给我 如果我得怎么办 放弃债权的公允 然后去减再 注意是合同生肖日 金融资产他的公允价 然后按照合同生肖日 各项非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的比例区分 那么回过头来 如果我这边进行组合方式呢 来 债务人应当在初始确认时 按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一二 刚才咱们把债务转权益 是不是也是公允价 对不对 一二 如果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 按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 你看是不是一二呢 来 我不嫌麻烦给你把天翻 是不是跟这一趴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清偿债务的账面 与转让资产账面 以及权益工具和重组 确认金融之间的差格 尽当其损益 它可能是其他收益 也可能是投资收益 如果你仅仅是非金融资产 那它就是其他收益 如果你仅仅是金融资产 那它就是投资收益 如果你这里既有金融资产 还有非金融资产 那它就是其他收益 所以这个当其水益 你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是我们不是今年新增的 应该是去年吧 新增的密集化 说对于破产重整而进行的债务重组 其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般破产重组协议履行完毕之后 才能确认重组水益 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 重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这句话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它底层逻辑是什么 你不能签合同这一天 说我合同签了 我就去进行快据处理 进行完快据处理 我就确认债务重组水益了 这不行 你得真正完成 后边我们有一道例题 后边有一道例题 跟这个类似 但它不是破产重整 这个你们要学过经济法破产法 你就知道了 现在经济法有没有破产法呀 应该有吧 这企业离死不远了 是不是还可以再救一救 进行什么重整 对吧 重整可能整好 也可能整不好 来我们看14年的单选题 204年3月1日 蒋思因发生财务困难 无力偿还所欠 以公司800万元款项 经双方协商同意 蒋思以自有的移动办公楼和一批存货 抵偿所欠债务 蒋思用于抵占的办公楼原价是700 折就是200 来他的账面价值是500 公允价是600 用于抵债存货的账面价值是90 公允价是120 不考虑先问税费 下列各项 关于假公司债务重组快递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是 请问能不能确实收入 能不能确实收入 不能 能不能转成本 不能 有没有资产出了水 没有 那就剩4亿了 对吧 就剩4亿了 没得选了 但是这210它是怎么来的 你欠多少钱 800 所以债务的账面是800 来 比债资产账面一个500 一个90 590 所以差个210 这210应该是近7亿它收益 我希望今年还考这个题 太简单了吧 是不是太简单 当然这题我改过 14年还不是这个准则呢 来我们看看会计处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500 借累计值200 带固定资产700 这个债务重组日 应该是借应付账款800 然后带固定资产清理500 库存商品90 差个其他收益210 看明白了 好 各位我多加一句话 比如说这个固定资产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我发生清理费用10万 咋办 发生清理费用咋办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万 带银行存款10万 所以这个时候固定资产清理这个就变成多少了 变成500亿了 然后最后其他收益就变成200了 看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你发生清理费10万 你就把它放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 而这个固定资产它的账面价值是500 加上这个清理费是500亿 最后影响的是其他收益 我们再来看13年10年前的一道单选题 当然这题我都改过啊 10年前还不是这个准则呢 蒋思应付乙公司获款2000万元 在20某4年6月20日到期 蒋思无力偿还 经与乙公司协商进行债务冲锁 蒋思以期生产的200件A产品抵偿债务 蒋思将抵债产品运抵乙公司 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表后 原2000万元的债务结清 所以你债务的账面是2000 蒋思A产品市场价格每件7万不含增值税 成本是每件4万 6月30日蒋思将A产品运抵乙公司 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甲乙公司都是一般大税人 增值税率13% 乙公司在该项交易前 已就该债权寄提500万元的坏账准备 所以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它的这项债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债权它的账面价值 应该是2000-51500 当日债权它的供应价值是1400 这是什么 放弃债权的供应价 不考虑其他因素问你下列各项中 快递处理正确的事 这里分别是甲公司和乙公司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说说甲公司 甲公司是谁啊 是债务人对吧 债务人 债务人我们这里有什么 用什么用俩账面去比 但是这个倒媒体给了什么给了增值税了 对吧他给了增值税 那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别着急咱一步一步来来 找找账面来 2000的账面 抵债是200件 每件成本是4万元 所以是200乘以4 那这应该是800 因为有增值税 肖像在代方对不对 所以你把增值税算出来 增值税是7万 200件乘以7万 乘以13% 1400的13% 182 所以你告诉我 甲公司他应该确认的其他收益是多少 那是2000-800-182 我们算一算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1018 这应该是其他收益 对不对来 看地选项 甲公司确认其他收益1018 对 这是一道单选题 选上去的 当然我们还是得讲的 你告诉我 其他收益如果是1018 重组收益还能是418了吗 那肯定不是 对吧 肯定不是 我们再来看看乙公司 乙公司取得A商品的成本1500 对不对 各位 库存商品我怎么算 放弃债权的供应 来放弃债权供应多少 1400 对吧 放弃债权的供应是1400 但你这里还有增值税进行呢 所以应该是1400-增值税进行182 应该是1400-182 1218 所以应该是1218 然后乙公司确认的债务重组损失 债务重组损失 你上面多少 你上面是1500看到没 你上面是1500 而你放弃债权供应多少 1400 这两者之间的差隔 才是你债务重组损失 所以应该是100万 而非600万 本期正确答应是地血项 来看乙公司的会计处理 借库存商品1218 借增值税进行182 借会账500 借投资收益 刚才算出来应该是100 但应收账款是2000 再来看蒋公司 借应付账款2000 戴库值商品800 增值税 肖像182 插个带方 其他收益1018 行了 那这个题我们讲完了 各位同学 到现在为止 实质上我们把债权人和债务人 双方各自的账务处理 全都讲完了 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把债权人和债务人把他俩捏一块分别来看 你脑子啊 一定要跟得上啊 一定要跟得上 来来来来 我先给你做个小节啊 这是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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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情形 首先第一个如果债务人拿金融资产抵债 请问债务人这个金融资产他的入账金融怎么确定 应该是债务重组日他的公允价 一定注意啊 应该是债务重组日他的公允价 我慢点写 有同学说跟不上 我慢点写 好 那么你债务重组日公允价入账之后了 然后你债务是不是有个账面价 债权啊 债权是个账面价 咱假设就是一项金融资产没有别的了 这两者是不是有差格啊 那这差格走啥 投资收益 对吧 这两者之间的差格走投资收益 来看债务人这边 债务人你拿金融资产抵债对吧 那就是 抵债资产 他的账面 和债务 他的账面 这两者有差格了 差个肉差 投资收益 对不对 咋样 第一个没啥问题了吧 这是金融资产 走 来 非金融资产 如果是非金融资产 那么债权人怎么办 债权应该是拿放弃 记住啊 一定是放弃 债权 它的公允价值 来入账 而你放弃债权 是不是有账面价值啊 债权 它的账面价值和它之间 债权 有差格 有差格 差格是投资收益 来 再来看债务人 债务人你拿非金融资产底下一样 拿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和债务 它的账面价值有差格了 这种其他收益 那这种其他收益 上面这个我稍微补一点 我稍微补一点 你如果是金融资产 你去抵债 这个金融资产 在持有期间有可能有什么 有其他 综合收益 别忘了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也得转 要么转 投资收益 要么转 流存收益 这个指的是其他权工具 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 把它补上 ok不 好 再往下 来 混合资产 混合资产这里既有金融资产 还有非金融资产 麻烦点 但不怕 咱慢慢来 先看债权人 债权人 我们先看 比如说这里包括A和B A是金融资产 B是非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A金融资产 它的路上成本怎么确定 还是债务重组日它的供允价 债务重组日的供允价 以它为基础确定 对吧 好 再往下 那个B是非金融资产 那个非金融资产它的路上经过什么 确定 应该是以放弃债权 它的供允价 减 注意 合同生肖日 金融资产的供允价 减去A在合同生肖日 它的供允价 以它为基础来确定 你这两个确定好了 你债权是否有账面 来 A加B 这是它去减去什么呢 减去债权 它的账面价值 这个出差个走差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看明白了 这混合的 来再来看债务人 债务人这边呢 还是账面对账面 对吧 你就记住都是账面对账面 拿资产的账面 和 债务的账面 这俩出差格了 走其他收益 一样 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金融资产的里边 有什么其他中国收益 也一样 要么转流水收益 要么转投资收益 所以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混合的 最后就是把债务转为权益 把债务转权益 站在我债权人的角度 它可能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集中资产 我给你标须号 这是一 二 三 四 它可能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因为你转成权益之后了 持股比例不是那么高 没有重大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所以如果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它就跟一的处理是一样的 是吧 按照债务重组日 它的公允价值来录账 而你在这有账面 这两者就差个走投资收益了 第二 它还有可能是啥 是长期股权投资了 而长期股权投资 这里麻烦点 你看你合没合并 而且合并这里又分什么 又分同控和非同控 如果是同控 我写不下了 同学 你自己科后可以往那补一补 如果是同控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告中 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额来决定 好 借长投 代你把债权应收账款 长期应收款等等 你给它代掉 代完之后出差格了 这差格是什么 调资本攻击 因为它是同控的逻辑 而如果是非同控呢 包括非企合并呢 放弃债权的公寓 放弃债权公寓 所以这两者 如果是非企合并和非同控 就跟那个二 非金融资产是一样的 拿放弃债权的公寓价值 以它为基础来确定 OK 好 再往下 这边呢 这边是这样 这边是拿你权益的公寓价 和债务的账民价 这两者出差格 就投资收益 好了 基本上就这些了 说老师还有处置组 好那咱就不管它了 基本上就这些 对不对 来各位 你发现了没 债权人这边有其他收益吗 清一水的 没有 一般都是啥 投资收益呗 你看 投资收益 这是不是 投资收益 这下边这个有的话 也是投资收益 对不对 所以债权人这边 他压根就没有其他收益 同学 你可不能傻呼呼的 把债权人这边 给我弄出个其他收益 那就一笑大方了 不行 这边呢 债务人呢 债务人他就混了 他这里既有其他收益 还有投资收益 看明白了吗 这俩是其他收益 这俩是投资收益 你自己总结总结 脑子就比较清晰了 各位同学写完了吗 我默认你写完了 别截屏 你放在手机里 你永远不会打开看它的 你最好自己手写 你们有没有地儿写 各位我告诉你啊 你可以写在450页 或者是446页 下边的空白处都行 或者你拿个小本本写 写完没 写完之后了 我们带着大家去做题 我们带着大家去做题 我们看第13题 20年6月18日 蒋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 应收乙公司款项是95万 蒋公司将其分类为 以他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乙公司将应付账款分类为 以他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所以他俩互欠的是谁啊 95万一个应收一个应付啊 20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债务重组合同 来这一天叫什么 你看这题我就给你标了 这一天叫什么 叫合同生效日 蒋公司以一项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非专利技术 偿款所欠的款项 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是100 摊销10 减值2 来各位 你帮我算一下他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应该是88万 他的账面价值应该是88 10月22日双方办理完成 无形资产转让手续 蒋公司支付了评估费4万元 各位 甲公司你支付评估费这4万元支付的是啥 是不是这无形资产他的评估费啊 对不对 是无形资产他的评估费 那你告诉我进哪 进哪 进哪 入账成本 好继续 说当日蒋公司应收账款的供应价是87 来这87是什么 放弃债权的供应 已提坏账是7万 已公司应付账款的余额是95万 不考虑相关税费 各位分论不是很重要啊 来我们先看看甲公司 甲公司会形成一项无形资产 对吧 甲公司是债权人 他会形成一项无形资产 请问 这项无形资产 他的入账成本如何确定 应该是放弃债权的供应价 走 放弃债权供应价多少87 在这看到没 加上这4万 刚才说过了这4万要加上 所以无形资产他的入账成本应该是91万 来吧看看 借无形资产91 借坏账7 你提过坏账 带应收是95 带一行存款4 插格借方 投资收1万 没啥难度吧 这题 对吧 债权人没啥难度 我们进来看债务人 债务人 你欠人多少钱呢 你欠人95万 你底债资产的账面多少啊 88 对不对 来 哎呀 95 减 88 所以有7万 请问这7万是啥 其他收益 因为是非金融资产 看看是不是来 借应付账款95 把无形资产他的账面价值给他干掉 对吧 借累计胎销10 无形资产减制准备2 带无形资产100万 插格带方 其他收益7万 没啥问题吧 好 这个题我稍微给你延伸一下 假设管理层决定了 受让的非专利技术 在半年内要出售 在半年内要出售 当日无形资产他的供应价是87 预计未来出售该无形资产将发生1万元的出售费用 假定啊 他满足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来我再考你一遍 持有代售类别两个条件是啥来的 第一你就忘了啊 可立即出售 第二出售即可能发生 而出售即可能发生 又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该批得批 第二获得购买承诺 第三一年内搞定 好 这些条件大家脑子里得有啊 来 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的净额是86万 看到没 而如果你不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 他的入浪金是多少 他的入浪金应该是91万 对不对 我们说过 假设你不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 刚才说过看91吗 而你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是86 这俩是啥 孰低计量 因此我持有代售资产入账金额应该是86万 所以借持有代售资产 86 坏账7万 应收账款95 所以他的账面价值还是刚才那个80 哎 账面价值多少来的 哎呀 95-7 88 那账面价值还是88 然后你支付的这个银行存款该付付啊 该付付 接下来你会发现借贷方有差格吧 这差格有6万 这6万咱得分一分 咱得分一分 你的无形资产如果不划分为持有代售 入账金额是不是91 但他划分为持有代售了 公寓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是86 说明这里有5万是什么 减值 这我们讲持有代售讲过 所以这5万你要把它放到资产减值损失 所以资产减值损失5 最后这个差格是投资收益 最后最后这个差格是投资收益 看明白没 各位说白了这5和这加一块不就还是91吗 不还是91吗 看懂没 ok不过了 过了啊 葬下我们看第14题 19年2月10日 蒋公司从乙公司购买一批材料 约定6个月后 蒋公司应结清款项100万元 假定无重大融资成分 乙公司将应收款项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随意的金融资产 注意哦 它可不是应收账款咯 它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蒋公司应将应付账款分类为以贪予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所以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这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写啊同学啊 你也跟着写一写啊 蒋公司 这应该是应付账款 因为是贪予成本计量的 19年8月12日 蒋公司因无法支付货款 以以公司进行协商 双方 约定 将债券转为假公司的股权 债券转股权 10月20日 以公司办理了对假公司增资手续 蒋公司和以公司分别支付 手续费是1.5万和1.2万 各位来 假这1.5万和以以这1.2万处理可不同 我再说一遍 假这1.5和以以这1.2处理可不同 你看假是什么 假是债务人 对吧 假是债务人 如果债务人你支付了手续费 你跟发行股费有关的手续费 那这1.5应该什么 应该是充资本攻击 对吧 所以你这1.5万应该是充资本攻击 好再来说以 以你往下low眼 他说有重大影响 他有重大影响 重大影响应该是非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这1.2万进哪了 进哪了 进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当中了 有两个懵懵的同学 三个可爱打字了 我一低头就能看到你俩 你俩统一双规 双双规到寡利费用错了 双双规到寡利费用不对 应该是进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好继续 我们看一下 说这个转股后 甲公司总股本是100万元 一公司持有比债股权占甲公司股本的25% 那你说相当于股本应该是25万 那股本应该是25万 继续 对甲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甲公司股权供应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甲公司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仍为100万元 继续往下看 题目给定的一支条件 16年6月30号应收应付 应收款项应付款项 应收应付供应价值85 到了8月12号供应价值76 到了10月20号供应价值76 不考虑相关税费 各位 首先你告诉我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入账金额是多少 100万 100万 咱先看一公司的 先看一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供应价值100万入账 好 这资产负债表就变成85了 看到没 看到没 咋办下降了呗 下降多少15万 戒供应价值变动随意15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15 然后到下一个资产负债表又下降了到76了 又下降了多少 9万 所以戒供应价值变动9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变动9 没问题吧 到了19年 进行债务重组之后 它是76 一二 所以你债权 主要以公司它是债权人 我得给你写清清楚楚的呀 他是债权人 他相当于是把这笔债权转成了对于假公司的股权 好 假公司股权我拿到之后是重大影响 我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对吧 我以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确确定 来 这一天的公允价多少 找找公允价公允价公允价公允在这76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是76万 以它为基确为啥呢 因为你这里还有1.2万的手续费呢 所以应该是77.2 看回路 且长期股权投资77.2 然后把交易性基确资产 账位价值76干掉 但银行存款是182 没有随意了 对吧 没有随意 因为你交易性基确本身就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 所以这里就没有啥随意了 看明白没 这是债权人 OK不各位同学 债权人 再来看看债务人 债务人的话你是发股票 但是问题是股票的供应价没有 但我有什么看好了 我有负债的供应价看到没 我有负债的供应价 负债的供应价多少 76 然后刚才我说股本多少 25 所以一共是76 你股本是25 那资本公积就减法呗 那应该是51 那借应付账款 100 带股本和资本公积合计是76 插个投资收益 你还支付1.5万的发行股票的费用呢 解资本公积15000 带银行存款15000 O不OK啊 各位同学 这个题我们讲完了 那这个题我们讲完了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我刚才啊 跟大家说一下 那76 是这个76 我刚才说放弃债权的供应 对不对 放弃债权的供应 其实是上面那个 不是下面那个 因为 8月12号 这是合同生肖日 别弄混了啊 这是合同生肖日 不OK 不OK 那就再自己弄一弄 好不好 下边的题我别讲了 讲完之后了 我全是一份差评了 而且你们脑子也不算了 我们下边留两个题 两个题下节课来 我再给你们讲 然后呢 这个周末呢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这些啊 认认真正的自己捋一捋 我该总结也总结了 原理也说清楚了 各位同学 猪快考试不那么容易 而且我跟你讲的呢 说白了也是猪快考试的难度 同样的东西 这东西啊 在中期也有 我中期讲的就比你们这个容易的多 为啥有人中期不考那么难 所以咱猪快的考生 你自己心里明镜了 哈 那就努努力 债务重组呢 考试如果真的真的考了二分别丢 因为他没有啥难度啊 你把各自债权人和债务人 我是不是给你总结个小表格 你把它扩展出来 甚至是你写完之后 你可以把分路再写一些 对吧 甚至是你可以把分路再写一些 所以这种情况下 各位同学 你自己要好好总结 你脑子当中可能搭错线的混了 哎不应该是那个吗 不应该是那个吗 翻翻打好基础 请你翻翻书 好不好 所以各位同学今天呢是五月二十日 大家学习辛苦了 祝大家都能五二零快乐 祝大家今年必过咯 2023年的五月二十日 给他给你画个心吧 啊 今年必过加个小小心心 因为今天是五二零 同学辛苦了 好好自己呀 复盘复盘 因为老师再这么讲 你没跟上 你思路没跟上 我就再这么慢 你也跟不上 所以咋办呢 再复盘 各位同学 你要接受现实 你要接受现实 就是你没有人家反应快 那我就多努力呗 对吧 哎我没有人家跑得快 那我就 人跑一百米 用了十秒 你跑一百米 用十五秒 那不一样吗 最后结果是什么 咱俩都一百米了 你六十分以上 你可能用了一百个小时 我六十分以上 我用一百五二百个小时 那不也六十分了吗 你看我举这个例子 大家能理解啥意思不 就你不要妄想着说 我听一遍就会 不可能的 有一些知识你能跟得上 也体现于你今天状态好与坏 你今天状态好 用到的基础知识你扎实 那你就跟得上 你今天状态不好 用到的基础知识 你压根就不知道 或者你来晚了 前面我讲那么重要 原理你没听到 那今天这节课小时候肯定不好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别跟着硬听直播了 要么我们先倒 咱不有十一功能吗 我到前面我认认听去 要不然呢 我就先做别的章节的习题 等有时间 我再去把这部分内容再听 但我有一说一样 你们其实每一位 应该或多或少 都有这种切身体验 就你听直播 可能三个小时的课 三个小时听下来了 但听鬼放三个小时 一天两天都听不下来 所以各位坚持听直播 不要欠账 坚持听直播 不要欠账 好不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好 我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